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杜马镇疑似化武攻击的地点的这个建筑顶层 那么我前面这个黄色的灌状物体呢 就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乘有化学制级的炮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顶层的地板是被炸出了一个大坑 但是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装满了化学物质的这个罐子 打到这里之后 它如何释放气体导致如此大的这个伤亡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当进化武组织的调查小组 真的到达实地来进行这个调查之后 才能够给我们答案 距离疑似袭击发生地不远处 这个完全被土堆包围的建筑下 就是疑似收治化武袭击患者的地下医院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栋建筑的地下呢 就是这次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收治的医院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大家随着我的这个脚步一起过来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下面呢 不但是也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医院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楼下的地下 因为这个地下其实大家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地道隧道系统 我们往下走 其实这样子的隧道呢 就像我们之前在 其他的这个东谷塔地区看到的一样 这个下面其实是可以通行车辆的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地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系统了 那么就在这个地道的这一边呢 就是这家医院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后来在改造成的医院 其实它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楼层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出现这个疑似化武袭击之后所治疗的地区 目前这家地下医院仍然是杜马镇重要的医疗机构 收治各种患者 因为当时在现场的见习医生 像我们这么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马尔王否认有因为中毒而出现的窒息 然而马尔王介绍医院工作人员 继续在医院制造混乱 目前进化五组织已经抵达大马市阁 正着手进行实地调查 化五袭击 疑云重重 期待一日真相大白 央视记者 叙利亚杜马镇报道 听众所窃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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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